因为疫情停办了三年的港督杯全国餐饮旅游大赛 日前在镇修科技大学登场 竞赛项目包含有咖啡拉花、托盘竞赛、导览解说等等 总共有15组 吸引了全国47所大专院校以及高中职学校 将近有400位的选手来同台竞技 创下意后参赛人数最多的餐饮赛事 无论是专注地把立体拉花成型 将自己的创意图案展现出来 还是按照每个步骤完成咖啡拉花项目 因为疫情停办三年的港督杯全国餐饮旅游大赛 日前在镇修科技大学登场 吸引全国各地的高中职校学生 前来报名参赛 因为我是选手所以想多参加比赛 多提升自己 从暑假就有在开始练选手的东西了 然后就一直练到现在 还有参加过其他比赛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是用露营来呈现的 但这一次比赛是来现场比赛 比较不一样 会一点点紧张 参加比赛原因是希望 就是可以看一下 自己跟其他学校的选手 就是差距大概在哪里 就是很紧张 就是手抖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跟我平常预期的 就是差非常多 对就是事前准备的东西很多 但是其实真的比赛的时候能用到的也超过一半而已 开幕典礼上还特别邀请世界杯传统调酒冠军郭芷霖和两位也是在国际赛事中 拿到冠军的两位正修毕业校友进行花式表演 为大赛揭开序幕 这场比赛是由正修科技大学和中华民国国际调酒共同主办 期盼借由比赛 让学生有交流机会 发挥团队合作 并且精进自己的专业技术 他们的专业技术还有他们的这些创意 再加上以色香味来做展示 那经过评审这样的一个指导 包括他们互相之间的一个经验分享 以及他们在这个练习当中专业的一个精进 会给他们很大的一个收获跟成长 那历年来这一次我们这样的一个港都杯的全国的一个餐饮 跟这个旅游的这个大赛里面 很多得奖的选手 他后续又去参加很多国际的比赛 都获得金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奖项 所以都是为我们国内培养很多在餐饮旅游方面的人才 这次竞赛除了咖啡拉花和立体雕花外 还有传统和花式调酒 口部折叠 中餐水花切割创意和托盘竞赛等等 共有食屋主 今年总共有来自全国47所大专院校及高中职学校 将近400位选手同台竞技 创下意后参赛人数最多的餐饮赛师